我們現在來到金山的老街 整條非常熱鬧 現在是平日 還非常熱鬧 金山有三寶 芋頭 地瓜和角白筍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是獅子林餅店 這家餅店呢 透過這三寶 做出了兩寶 一個就是一口地瓜酥 一個就是一口芋頭酥 老闆 這是不是你們招牌 對不對 這兩個招牌 可以試吃嗎 地瓜酥是哪一個 這個 好 試試看 第一 它很香 第二 它不會很甜 不會很膩 那吃起來 其實以這麼熱的天氣來說 吃起來還是很爽口 那芋頭酥是哪一個 這個 好 我來試試看芋頭酥 你看芋頭酥 其實它的皮很薄 基本上裡面有非常多的餡 因為芋頭的甜度比較高一點 可是 要我來撿的話 我比較喜歡芋頭 一方面我本身也比較愛芋頭 那我們今天來這邊不許試吃啦 我們要請老闆 為我們介紹 這邊很有名 很古老的一個特產 這叫瑪瑙 它的製作過程 以及 我們還是要試吃看看 後來大家有機會來到金山老街 可以來試看看 給不可以試吃 而且它有很多 包括 這很像大餅 小餅的一些 一些甜點 還有這個 麻花 這是我最愛的麻花 這也是小時候非常有名的古早味 加上這邊就是瑪瑙 而且瑪瑙有很多口味對不對 對對對 這個是有海苔 花生 很多耶 還有鹹的耶 杏仁 小魚都有 這是肉鬆喔 鹹的麻花我還是第一次吃過 不過 麻花很特別就是它裡面是空心的 然後加上外面裹了一層 不管是鹹的或甜的 一些調味料 現在吃起來呢 跟小時候吃的那種口感 還是完全一模一樣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目的 還有我們的任務 就是要去製作這個麻花 老闆做餅40年來 一直堅持著優良的用料 以及傳統古早的那一味 老闆跟我說 雖然說是古早味 其實口味和做法 還是需要跟著時代不斷的創新 不斷的變化 在以前農業社會 大家出茶淡飯 吃著這種配著茶 比較奢侈的零食 都習慣吃得非常甜 而近年來 慢慢和一樣是高炳師傅的兒子研究 才發現現代人的口味 慢慢偏淡 吃的東西也習慣比較小口 配合著金山三寶 才研發出現在店內招牌 一口瑪瑙和一口書 也才成了來金山遊玩的遊客 必帶的伴手禮 這個是已經炸好的 對 它已經炸好 然後要弄到麥芽 對 然後弄到麥芽裡面 有沒有時間 譬如說你下去要多久要起來 就是沾均勻之後就可以起來 那你示範給我們看好 好啊 好 我們除了吃以外 我們要學人家怎麼樣做出一個好吃的瑪瑙 我們今天選的就是最簡單的方式 最古老最傳統就是花生 對不對 對 沒錯 那師傅我們現在就在等這個是 這個我們的麥芽糖 麥芽糖 對 就是瑪瑙最重要的東西 好 那我剛剛你有跟我們介紹 就是那一球一球已經炸好的 對 一球一球已經炸好的 那個叫什麼 那個是米果 米果 那這個還要多久 這個還要再一下子 怎麼樣看啊 你怎麼分辨 我們可能要用一盆清水 嗯 將我們的麥芽糖倒一些去 我剛好看到你好像用手去抓一下那個感覺 對不對 對 抓一下那個感覺 因為盤的熟成度不一樣 如果它還沒有好 你就丟下去會怎麼樣 丟下去的話 然後它冷掉之後 你的滑到就會 整個都濕掉 喔 就不會有那個 彈那個QQ的 喔 濕下去會有彈溪的 喔 OK 我剛有試試一下 對對對 你們那個 它比較不會黏牙 然後也不會太膩 有一些喔 你就 牙齒不好的人 你吃的話就很會黏牙 沒錯 好 這是我們的特色 對 關小的時候 它泡泡越來越少 對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下米果 好 來 米果下下去 喔 然後去 讓它沾得均勻 對 然後下去之後 我們就把 這個每一顆米果 把它沾均勻 它也不能在這裡面太久 對不對 對 不能裡面太久 然後把它多餘的那個麥芽 把它甩掉 對 這樣 起來的話 比較不會糖那麼厚 嗯 這樣差不多 我們就可以下 下來之後 我們就是把它裹均勻 然後這個上來很重要 速度要快 因為它起來的話 冷 糖的話慢慢會開始 冷卻 冷卻之後 你完全冷卻之後 你外面的料都沾不進去 喔 對對對 它趁它還很黏的時候 對 就是要把它趕快 裹起來 然後它每一顆都沾均勻 之後就OK 各位觀眾你看 這是我們 師傅做好的 花生 最原始最古老最傳統的花生的吧 只是它的 插在什麼 插在它的造型 以前我們小時候吃的是長長的 現在也是一球一球 可是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為什麼 一些女孩子 你一次給它一條 它吃不完 以前老人家會黏牙的 可是 這一家所生產出來的瑪瑙 我剛剛試吃的結果 保證 第一不黏牙 第二它不會很膩 有的字牙很膩 這家吃起來不會很膩 而且你吃起來的口感 尤其是 裡面那個空隙 然後有那個酥酥的口感 跟我小時候 吃起來的味道是一模一樣 所以各位朋友 各位觀眾 有機會 如果來金山老街 不妨來獅子林餅舖 來嘗嘗他們最獨特 最道地的 瑪瑙口味 再喝了咖啡 逛了海邊 在金山老街用了餐 用了點心之後 在金山一日遊的尾聲 怎麼能不來到金山最出名的溫泉呢 接下來 家瑋來到了 懶人旅遊的最終站 金永泉溫泉會館 其實來到金山啊 如果你覺得天氣太悶熱 甚至你喝一杯咖啡 吃一頓飯 甚至逛個街 你都覺得很累 你想要這種一站式的 所謂一站式就是 你到一個地方 可以享受所有的吃喝玩樂 甚至包括住宿 我們現在來介紹的就是 金永泉SPA溫泉會館 在這會館裡面 很清楚可以看到 如果說你今天帶的是小朋友 小朋友最愛的 各式各樣的游泳池 如果你帶的是老人家 還要泡湯牛奶浴 什麼熊浴草浴 所有的浴它都有 或者要做水底按摩 水療按摩 這邊也都有 再加上 這邊有非常漂亮 非常高級的住宿品質 以及非常棒的美食 來到金山 如果你懶得走路 其實這種一站式的度假旅館 度假飯店 也很適合你 其實我們之前在綠島拍攝的時候 曾經跟大家講過 海底溫泉 有一個在日本 一個在義大利 一個在綠島 其實 在金山也有 它也是海底溫泉 海底泳泉 一樣是透過地熱關係 讓真正的海底溫泉 可以在金山這邊 很輕易的可以享受到 所以如果你喜歡在 冬天的時候來泡湯 夏天的時候來玩水 甚至不想要讓行程這麼趕的情況下 兩天一夜的行程 金泳泉 18溫泉會議館 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